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烙烦是吧 这开的定价可是远远超过工商局标准定价的五倍 哦不止十倍有没有 您说这事 要是闹大了 请这些警察啊 审计啊 工商局都来这边协调的话 但我们付给你的款项 会不会都变成你违反工商法的罚款呢 不是 不是 你们什么意思啊 这百零小赖账 还骗我过是吗 我们做生意 担救一个诚信啊 这样吧 大家各退一步 公平点 您 修改个正确的报价单 我 这边付款 走 程老板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很想哭啊 贱人 这不要理 你 说我去睡这儿啊 怎么了 我姐让你来的 她不知道 那你来干吗 如果我没有来帮你 你有什么打算 任凭那些人把你锁刮干净 装什么装啊你 你不就想把我找回去邀功吗 那你可别误会啊 不管你去哪儿 想睡哪里 都绝对不会影响我跟小满之间的感情 那你过来干啥 我来就是提醒你 别老是被人利用 到最后还要麻烦你解来替你收拾烂摊子 我用你教育我啊 你姐妹告诉你啊 告诉我什么 陈勋童 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活在家人的庇护之下 只是你自己没发觉 你跟赵震合开的公司 一直在亏损 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那个项目本来回款旧门 你不知道吗 一间不赚钱的公司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投资项目是假 要套你手头上疾风的股份才是真的 这 这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招近在给我下套 它还有可能 只是受人咫尺 不是 赵志宏 我来猜猜赵志宏对你说了什么 他是不是说 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因为条件不好 才被迫 放弃你怀孕的母亲 我 你 你怎么知道 在商场上待久了 见过的牛鬼蛇身多了以后 你自然就知道了 他在和那街连 broth 不是 那 那我怎么办 先把款项还清 不然之陈纳上法院 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不 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呀 我这怎么还啊 自己想办法 解放 姐夫 姐夫 干嘛 就有点钱嘛 行不 姐夫 那这件事也得看见姐的意思吧 你说是不是 那你装什么 说了半天 齐管严 这么无语 自己解决 不是 你不是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吗 对我齐管严 姐夫 怎么样 还算有诚意吗 这样 老伯 咱俩就不兜圈子了 我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 你也都看到 这里面所有的条款 您随意改 想好一个数字告诉我 我们可以直接落笔 我们可以直接落笔 我啊 我知道你的故 吴叔 满 小马 那么巧 吴叔 您在谈事情呢 好 没事 我跟老赵 随便聊了 那你们先聊 我们在外面等着 着急吗 着急你们先聊 我也可以等 没事 您是长辈 您先聊 老赵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那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 好 那 我等你的消息 好 慢慢聊小马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也没提前打个招呼 就跑来了 好 没事 陪你坐吧 吴董 您是一路从陈氏瓷场 到疾风瓷器的老股东啊 在所有股东里面 也是德高望重 你们来 是劝我不要卖掉 疾风的股份吧 吴叔 您不能把股份 让给赵志宏 您是知道他的办事手段的 如果疾风落到他手里面 疾风就玩乱了 是 您把股份让给他 您从此 就跟疾风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但您忍心看着疾风 在他的手里毁掉吗 小马 有一句话 叫不迫不立 公司要发展 就要天赋时代 其其融入新的能量 如果一直止步不前的话 会被时代所抛弃 还不如卖了他 与其都是走投无路 不把他卖了 手里面有些钱 我还可以去找一些 更好发展的企业 我知道现在 齐风有他的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 齐风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的匠心和传承 那是齐风的魂啊 你说的没错 可是就我的了解 齐风的内部形势 现在很多人 已经不再相信他三叔三婶了 那您能相信我吗 我爸爸当年想要守护的东西 无论如何 我都会替他守住的 小马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你知不知道 目前的形势 你们需要说服的人 还有很多 我 阿姨 您也别怪赵俊 他前几天 病得确实很严重 今天才稍微 刚好转了一点 这些天 一直是你在照顾着他 辛苦你了 没事 我们很少交流 他不怎么跟我说这些 我一直以为 他是一个 坚强独立的孩子 从来都不说 自己受苦受委屈 但我知道 我和他爸离婚这事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跟谁都不亲 他一直以为 我不管他 是因为我不爱他 可他是我 谁料还太当命还来的 不应该 不应该 是和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 可不知怎么了 也许 也许 也许是因为 内疚 亏欠 反而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 他一直 想让我合照这红复婚 你也知道 那种人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要尝尝许 根据我要夹 那天使出了 iens 毛人 不把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 去跟赵俊聊聊 其实他这么多天 一直都在等着 你和叔叔给他发个消息 跟他说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他 现在有你照顾着他 他会很开心的 我觉得阿姨如果你 把对我说的这些话 也跟他聊聊 多关心他一点 那也许他会更开心的 他心里的这个结 会早一点解开的 那我以后多来看看呢 你 甩喝光了没有啊 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在 JK 最好的 analytics